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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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还在家呢 这样你动我小酒了吧 到了啊 到我开始表演了 哎呦妈 让我吃黄子加扎手脚 你给我买去呗 去吧快去啊快去啊 哦哈哈哈哈 洗吧洗吧 终于可以给小胖大胖的 哎对了 哎呦我想起来家里有土豆 哎呦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 哎呦我记得冰箱里面有土豆啊 干啥 哎呦我给你做生生在郊区吃的那种 那个又脆又糯的口感 经验到了 今天就做它 说叫不用削皮 但是得搓干净 首先得选糯土豆 烤一下看看哪个合格 就两个一对比 特别粉糯肯定还是这个 土豆切成月牙块 做法嘛 我估计着应该跟薯条差不多吧 土豆泡水后洗去淀粉 水开加烧盐下土豆 时间不需要太久 就是煮到没有那个生土豆芯 然后再调个淀粉水 比例是一比一 六分六成热下进去小火炸 找到金黄色捞出来 你看这多简单 哎呀不对啊 哎呀你看失败了吧 还不用出去买的 我想出去玩 哎呀你别着急 我再试试 刚才应该是油温高了 扔空气炸锅里 再靠一下试试 听声音好像是对了 已经起沙了 有点感觉 金箍反复测试 我调整了煮水 调味出来味道更好 但是一定要缩短煮的时间 90秒立马捞出来 控干再淀粉水 最小火慢炸 炸到金黄 捞出升高油温 再进行一次速炸 再产现出这种路易的黄 就对了 赶紧捞出来 这是最开始和最后的对比 掰开看看 就是这样 外面薄脆 里面粉粉糯糯的 再给番茄酱尝一下 嗯就是这个味 撒个粉料 直接吃也是超棒 呀儿子快快快 我终于给做出这种味道了 啥 哎你不是要吃吗 做好了你怎么不吃啊 那我免为其难的 尝一口 还挺好吃的 哎不行不行 改天呐 好好好我这挂了有事儿呢 谁呀 我一个同学 他有超过多月 我已拒绝了 来来来说一下 说一下你这门牙怎么了 这学校把篮球耍库 把门牙给磕掉 然后还来个背口 然后中间做了个草莓 门牙套网上了 然后就碰起了 好疼了 你还笑 世界美食千千万 能吃的占一半 吃的吃的吃的流食了 你给我整个草莓音品也不过分吧 给你做一大盆 买了一冬天的贵草莓 原来我家对面的小麦布是最便宜的 这种小草莓最适合做音品了 加点蜂蜜 蜂蜂是灵魂 多来点 柠檬是提味的 提前泡好的乌龙茶 带着去 现摘几朵薄荷 拍醒 一丢 咯咯咯咯 不是浅盛一杯 还是来一大杯吧 哇 看着太渴了 冰烧 还有一种做法也超好喝 小炒莓用糖杀出水分 炒成炒莓酱 就是有那种化杯的效果 也是加多多的冰块 再把养的多雪碧倒进去 我家到处可见的薄荷 拍醒 柠檬 吹咯咯咯 这个是粉粉的 酸酸甜甜 爽死了 哎呀对不起 你不能喝冰的 等冰化了 一脸委屈一样 给给给 我杨梅慧 必须的话上面来 一百个冰块 给你吸管 啊有吸管就 就是 好喝吗 儿子下来吃榴莲了 不吃不吃 你吃榴莲 你吃什么 不吃 你吃榴莲呀 哎呀我给你吃 莫非他猜到我这榴莲是特价买的 没关系 我有办法让他吃 我跳榴莲的油烈 哇 绝对第一 咱就说这两百值不值吧 简直是开到了宝藏 那榴莲壳咱也别浪费 没错 这也是可以吃的 让它小火炖煮的香味 这也得留着 也许牛肉也需要 煮浓的汤 去肉流汤 顾虑加白凉粉煮开 一点火龙果汁上个色 再放冰箱冷藏凝固 盖冻后再倒牛奶撞开 就是高胭脂的夏日款 榴莲撞奶辣 这是榴莲羊的吃法 取出冰冰凉的榴莲可以直接炫 也可以糊肉分离 通通做成好吃的东西 第一部分榴莲肉 甜到冰箔 来做个榴莲冰冻 冰冻的关键 就是这个水晶皮 挤开在糖水 浇到水晶粉的面糊里 上锅这时候就OK了 冰箱里取出榴莲馅 托个膜 就一坨水晶皮 榴莲鲜包进去 快速收口 不然榴莲会化 再包到作业里 包成三角形 浪擦一会儿 口感绝佳 完美呀 晶莹剔透 QQ弹弹 这是榴莲肉的吃法一 先放冰箱给这小子冰着 还有一部分榴莲肉 简直吃碎 又该外辣的春炸皮上场了 榴莲肉抹上去一会儿就软了 成绩赶紧卷起来 全部卷成个胖春卷 就可以开始炸了 刚放下去的时候会补泡 炸到两面金黄捞出来控油 就是榴莲肉吃法二的 榴莲盼春卷了 外脆灵弄的口感 再加个裂乳 简直不要太绝 哇 而且里面那层皮是Q弹的 人间美味 最后还剩榴莲盒 它最好吃的吃法 这是汤口栗子的做法 也像栗子一样扒开 吃起来就像栗子和山药的结合 这样整个榴莲就算是圆满了 过来过来 这吃不吃啊 哇 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些啊 大数据早就退给我 这土也能吃吗 对啊 不然像板地和山药的结合 这啥啊 是冰吗 红棉冰是冰 还还这个 这才是今天的冻变 QQ弹 哇 都会要打出去 嗯 好吃 哎妈 你这是榴莲吗 哎妈 这这个榴莲了吗 好看吗 我还想吃那个 想吃那个 原来是产雪花酥啊 好好好 我给你做 给你做 让我给你做个高级的 做好雪花酥材料时关键 需要优质的进口棉花糖 韧性的小圆饼 天然无添加的冻干草莓 材料备齐开始了 开小火 放40克黄油融化 160克棉花糖 小火慢炒8分钟 成拉丝状态 再放40克奶粉 5克抹茶粉 翻炒到完全融合 关火 再把130克小圆饼 60克坚果 30克冻干草莓 统统丢进去 快速翻拌 带隔热手套 再撕拉几次 使棉花糖裹得更均匀 然后放到 撒了一层奶粉的容器里 使劲摁压成型 最上面 下一层奶粉雪 冰箱冷藏到凉透 切成小块 这个高颜值 高升价的 大颗草莓 口感酥脆松软的 雪花酥就好了 好食材做出来的 真好吃 我可告诉你 这可是我毕业季 最后一次和同学浇油了 我可告诉你啊 这是你最后一次 磨一考试了 浇油品当你可也用点心啊 好几个同学都点名要吃你做的呢 你可不能给我丢人啊 这模拟卷子你用点心做 这回头妈妈要是聊起来 你可不能给我丢人啊 这句话怎么听那么耳熟呢 浇油便当 但是冰箱里只有芝士啊 或者冰箱半包半包的芝士 正好给他们做个芝士主题 芝士小真高 简单又做又变于携带 这些材料连同芝士 搅一搅再打生花就好了 等它精致半小时的时间 再做个芝士麻薯条 鸡蛋糖各了匀 这个用芝士片 这样让软化和进去 各个搭搭搭也没关系 粉类筛进去待会儿再裹个筛就好 关键是搅拌手法要画索螺 没画开的芝士啊 用勺子压过去 然后就可以装表花 再往烤盘上寄条条了 刚好带好糊也精致好了 烤盘双个油 面糊倒入8分满 蒸糕和芝士条 就可以同时倒入 蒸箱烤箱了 不蒸箱油的便当 也不能光吃点 行吗 所以给他们的豪华版炒年糕 就是要多多准备的食材才好吃 年糕也要多多的 还是辣酱的咸甜口味 我家那个神兽是超爱 调味的关键 还有黄冰面料包 最后把剩的芝士 全部放进去焖一会儿 这个便当带过去 我得缠枯几个 蒸糕也好好看 超级松软 还有芝士箱 听声音就知道 芝士条烤得贼脆 诶诶诶 你的焦油便当做好了 一二三 整才三种 别人都能做四种 就能做三种 你平时就不能多努力点啊 诶不是我 你一个 你一个 我一个 你一个 我一个 你一块 我五块 你这二分钟这么公平吗 我这分钟有什么问题吗